那彭曉大哥 剛剛明杰講到的是 這個中國的全方位的滲透跟超限戰 這裡頭的紅色滲透 台灣人很熟悉 然而它在滲透美國的時候 它的規模更大 可是現在美國國務院 直接定調 統戰人士直接禁止入境美國 那美國現在也全方位的 在反中國統戰 是的 關於這個統戰 對我們來講是耳熟能詳 那麼大家可以說 都是在中共的統戰之下 逐漸成長 往往有的時候因誤會而結合 因了解而分開 最後了解說 它的統戰往往是一場騙局 那麼當然對我們的統戰 現在他也知道說 經過這段時間 特別是最近這一兩年來 有關於習近平 把所謂的一國兩制 一中各表 給徹底的摧毀了以後 提出一國兩制一中方案以後 那麼又提出了所謂的 反獨處統 結果這樣的一個 激進的做法 跟他一系列的 對我們武統的恐嚇 使得我們很多台灣人民 現在大家都知道說 原來他的統戰 根本就是騙的 那麼但是他並沒有放棄 這樣的一個他的這個老本行 他的這個過去以來 所謂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武器 那麼他現在的主要目標在哪裡 針對台商 雖然說目前留在大陸的台商 已經減少了不少 但是呢 基本上來講 這個還是有相當多的台商 仍然的留在大陸 那麼所以他現在就希望說 能夠透過這些台商 特別是台氣聯所影響到的 這些台商 能夠透過他們 第一個希望透過他們 來促進對台灣方面 一些所謂的舔共人士的支持 二方面要切斷所謂的 台獨的勢力的資金來源 第三個呢 也希望透過以商為政的方式 能夠改變台灣的這個政治立場 那麼我們知道說 習近平過去在這個福建 當省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這個 我們台氣的王永慶先生 曾經呢 在海商計劃失敗以後 曾經也到福建去 投資了一個叫華洋電廠 華洋電廠是 當時全中國最大的一個發電廠 那麼習近平 跟這個 跟王永慶之間的互動 非常的好 而且不但是這樣 他跟郭台銘也好 或者說我們的烏剛大王 廖萬榮也好 都是他在福建省長的時候 所結識的這些台商 所以他對台商的了解 有相當的一個深入 但是呢 說實在現在很多狀況一直在變 那麼最大的變數在哪裡 第一個 譬如像說郭台銘已經養大了 他已經不是當初剛到福建去 那個時候的郭台銘 那麼所以郭台銘現在的底氣說 不是大陸給我飯吃 是我給大陸的人民飯吃 那麼廖萬榮更成為世界級的烏剛大王 所以他們這個對於中共的依賴相對的減少了很多 第二個呢 因為這個美國的跟中國的這種貿易戰 特別是一些的制裁 使得他們也必須要跟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麼所以說現在真的還能夠繼續留在大陸發展的 往往是一些這個相對規模比較小的 那麼但是呢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因為他們的規模比較小 所以他們抗拒中共統戰或者說是控制的能力相對降低 所以現在很多台商這個企業裡面都有中共的黨組織在裡面 那麼而且他的這個控制不只說對台氣聯的控制 甚至於透過這樣的一個台商之間的影響 譬如像說他這個讓一些台商到柬埔寨去 柬埔寨的台商一樣的深深受到中共的控制 所以說這個但是呢基本上來講 因為這樣的一個國際形勢跟經濟形勢的變化 整個的供應鏈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共對台商的統戰 譬如像汪洋就講希望台商能夠觀大事 明大意出大力 什麼叫出大力出錢嘛對不對 那出錢在哪裡出錢在對台統戰工作 這個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就算了一下 在座面 reload